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五晚男人帮 八九十后晚我读书会 我要先说的是我刚刚开镜头前还在说 我一定不能说错 谁知道都是说错 欢迎大家来到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又研究新东西 弄得迟了一点 刚刚开镜头的时候我故意放了两条音乐 我猜这个简直是少年情怀美好的世界 是的 没错 真的有看的人就知道是什么 我想说这首歌对于我来说 我可能是最熟悉的卡通歌 可能比其他多 竟然是 是的 没错 要么是我小时候看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 亚士当年很强烈 真是很厉害 有人知道 我想说话 我一开始想想是什么台 我和阿头聊的时候 是的 那时候有广东话 刚才听到应该有一只日文版 一只广东话版 其实还有多一只 我待会可以慢慢再说一下 刚才来的朋友 欢迎大家 我们今晚的主题 我们的主题是 男也可以 女也可以 亚马二分一 我们经常留下二分一 亚马就算了 是的 没错 没错 快点 立即开始 不过在讲乱马之前 我想讲一讲 我们之前为什么选乱马 首先因为乱马在我的年代是好看的 如果在现在这一代 可能这个作者 我先跳过去 未必是看乱马 是的 没错 其实有一次我和一些年轻人一起谈 你谈的是犬夜叉 我是三次少傅 哈哈哈哈 你在跟谁说话 和一些年轻人一辈说 这个作者叫高桥留美子 高桥留美子说他的犬夜叉很好看 是的 我先不否认犬夜叉不是不好看的 不过在我的世界里面 其实如果认识高桥留美子老师的话 其实第一个是乱马二分合来的 为什么我们会选乱马二分合来的呢 我会解释为什么会是高桥留美子的代表作 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譬如刚才那张图说 会有生天女复星 还有人鱼森林 那些都是好看的 但是如果你认识横跨那时的世代 而且现在还在推出大量的产品的话 其实乱马二分合来的 是比较劲一点的 代表性也比较高 没错 先说高桥留美子老师 我以前小时候以为他是男人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在少年漫画 其实极少少少年漫画的作者 是女作者 通常看到什么字 都觉得是女的 是阮情单子 阮情单子也是女的 我以为画少年漫画一定是男的 其实性别的定型是不应该的 其实也是的 配音那些 你以为配男角也是女的 没错 高桥留美子老师 其实他的漫画是很红的 其实这个已经是几年前了 他卖了单红本 他的作品全世界卖了两亿本 是几年前了 所以他有很多很出名的漫画 那我们呢 因为他已经看了全套漫画 对了 我想说这些好看 那我特意要立即递一递 你画面里面看到的 全部都是乱马二分一的第一期 嗯 第一期 如果在我小时候 应该是中间最大本的那本 中文 中文 是的 中文那本 如果年轻一点 他再翻出的时候 他如果是电子版本 应该是绿色的 嗯 如果是珍藏版本 就是左边那个 留意作者 我就是不留意作者 我到大了才知道 一直以为他是男人 是的 我以为是男人 所以我想说 乱马大约每十年 他就会翻出一次 现在我想说 高桥留美子 在去年还有新的作品出现 而他今年已经62岁了 所以他六十多岁都还在画 长画长有 真的长画长有 很厉害的 因为乱马二分一 如果最原本 应该有38期 嗯 38期 你们看到了 后来我闪闪一下 为什么闪到20期 已经看到他们结婚呢 因为外藏本就大本了 整理了 变成了20期 平了 所以人们以为只有20期 不是的 如果我们看回普通那些 是38期 嗯 里面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嗯 今天我们都很难说完 我怕说完的时候 已经说到明早了 是的 我们主要都会说一些 少少的人物设定 嗯 还有就是他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乱马二分一 他最厉害的是他的方法 嗯 他的大方法令到你很想追下去 同样地令到他可以继续写下去 他可以无限地写 比如举个例子 我用Pokemon Pokemon就很厉害了 嗯 宠物小精灵 小字 过了几十年都还是一个小孩 而且你有几万 宠物小精灵都可以 那乱马二分一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呢 那我们先说一下故事 对 也开了名字 八宝齋 对呀 八宝齋 我超喜欢 等一下会说 对了 我要先说 因为可能有些朋友 没有看过《乱马二分一》 所以我要有一些前撤 要先说一下 其实这个故事 是来自某一个虚拟的 叫做南海 青海省 对了 中国背景 虚拟的中国背景 对了 虚拟的中国背景 其实因为这套东西令到 有很多人很喜欢 有些日本人很喜欢中国 嗯 他说有个省里面 有一个叫奏全乡 奏全乡里面 会有很多很多的 一些奏语的传水 避嘴咒的传水 对了 那乱马和他父亲 原马就是格斗家 他们经常在那里终于访色 练工 打人 对了 那一次打人 那一刻觉得 那时候就在那里打 打打人 然后他们 同学都跌進一种不同的 船内 嗯 然后在不同的船内 发生了什麽呢 主角乱马就跌进少女船 所有东西都是相传在一千八年前 这个传有个少女跌下去死了 然后就下了咀咒 下水的人就会变成女孩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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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乱马因此而懂得变身 我想说这条路是非常劲修 我说完这条路之后你就会慢慢变 刚刚说乱马刚刚掉下去水里面 因为这样就变成女孩 他就会说他用冷水去加热水 他每一次被淋水就会变成女孩 热水就变成男孩 他爸爸也掉了进温泉里面 不是变成人 他倒在在寒泉里面 相传一千五百年前一只熊猫下跌进 去那个船里面 然后总之就死了 就下了一个诅咒了 下去的人就会变成熊猫了 是的 没错 最后他爸爸就变成熊猫了 我想说熊猫这种东西超厉害的 竟然想到这种东西 他爸爸就会变成熊猫了 熊猫有很多接触位 其实是在他爸爸那里来的 譬如中间这个 就是他爸爸去东风医生做兼职 他负责要听电话 我只是想抽取他 听电话他的听筒不是放耳朵 是的 我没有发现 这是常见的漫画问题 没有发现 是的 他发现才能听到电话 而且很棒 当他一旦不想面对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熊猫了 而且他爸爸变成熊猫之后 他是不会讲人话的 但是他为了这件事 他准备了很多牌 就会无限地举他想说什么 是的 这个有点安达聪那些 安达聪那些 漫画那些跟bubbles那些是一样的 全部都处理了整套漫画 第一次画漫画 被人扔掉了 对啊 很多人画画的 近视盲的那个 中意 中意有惊吗 他是中意有惊吗 不是 盲的一会我会说 熊猫就是这样 另一个超人气女主角 我觉得他是第二女主角 他就是山泊 山泊来自中国 是的 他一开始就因为很厉害铝乱马 他跟铝乱马打完 因为他家里有一个规则 如果输了你就要杀了一个人 是的 所以就追杀了女云马 是的 没错 死亡之吻 但是他也很喜欢男云马 因为他跟他打完 然后他家里的规则就是 跟男的打完输了就好像要跟他一起 要嫁给他 是的 我很想说 里面其实所有的角色 除了男女主角之外 其实每个都敢爱敢恨 突然间就说我喜欢你 我要成为你未婚妻和你婚夫 但是男女主角是没有这样做过的 是的 他们的爱情 一会一会一会说就很好笑 我觉得山泊最有趣的是 他有个阿婆 他会开一间叫做猫饭店 是的 而他里面经常会来送外卖 但他送外卖多数是破墙地冲进来的 但是因为他也跌了到泉水 他之后就会变成了 他是猫咪船的 猫咪船的旁边 但是其实他是跟他阿婆练功时不小心做的 真的不乖 但是最搞笑的一件事就是 其实乱马是超怕猫的 他爸爸把猫牠的 是的 当时要绑着牠 他放一些猫吃的东西就全部都是猫围住 放一些狮子狗鱼蛋在身上 然后把猫放进去猫里 吓到他 超镜猫 之后他就会选择猫拳 是的 然后弄到乱马里面很好打的 而且他会很努力去学习功夫 虽然有些功夫很搞笑的 是的 他会逃脑的 他有时候学习什么山形拳 海形拳 然后他们说很厉害是什么 接着来是逃脑的 就是逃脑专用的绝招 因为他爸爸是专门逃脑的 专门逃脑的 变成熊猫也是为了逃脑的 是的 没错没错没错 哎呀 我说这个突然惊起了 不好意思 因为乱马二分一在香港 其实是十八岁以下的 是不给卖的 是不是看的 是的 为什么当时我十八岁看 好像几岁的时候 已经打开电视就看到的 是的 所以十八岁以下的朋友 要小心留意了 应该要睡觉了 你看看下午三点钟 叫爸爸妈妈来看 没错没错 对了 三博因为这样就很喜欢乱马 接着呢 另外呢 他后面有个人的 有个人也是来自中国的 这个就是刚才你想说的大眼镜那个 他叫牧师 嗯 是的 牧师呢 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大近视 是的 大近视 但是他又跌了下去 相传在一千五百年前 有只鸭跌了进船里死了 结果诅咒再下水的人 就会变成一只鸭 对了 因为他们和三博 是以前同年儿时换伴 所以他就觉得要嫁给他了 充满竹马 是的 没错 但是他经常戴近视 他经常对错了对方 对错了另一个人 例如他中间好像去老劫 我要带走你 我要带走小西 然后他带走了一只猪 是的 这个我也觉得是有趣的 譬如我们刚才看到一堆 一堆不同的人 变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然后他后面也会越来越多 我想说其实这条方法是超级的 可以玩不厉害的 是的 可以无限的传出现的 我马上说一下 其实他其中有一个传是叫做牛鹤万雪人传 这些大家应该没人记得的 不会有人记住这些不是主角的变身 没错 没错 这个是什么叫做牛鹤万雪人呢 牛鹤万雪人就是 相传在1500万年前 其实有一个雪人坐着一只牛 然后拿着一条鲜鱼和一只鱸鱼 然后他因为这样掉了死了 就是射着一只牛 冲了到湖里 没错 然后他最后变成了牛鹤万雪人 我告诉你真是有这一段 大家应该不记得的 这一段 当你以为变身可以只是一种动物吗 错了 这个雪人一起跌 你想想他这样死 这个世界真是... 四种都可以混合了 我来前五种都可以 没错 真的无限玩了 无限玩了 然后这个是头几期的 第八第九期应该有的 你记得那只有一只 有人记得 不是 因为这只不太出名 其他人很出名 譬如山泊那些 其实很昂貴出名 习习也有看到 没错 我们跳一跳 其实说 很多漫画 乱马二分一里面 其实有很多女性的角色 老实说 少年漫画一定要多女性的角色 譬如里面有女乱马 其实我从头到尾 他的主角真的好 男企那边也可以 女企那边也可以 就不想变变变也可以 是的 没错 应该就是 还有小西 山泊 下面那个是黑玫瑰 黑玫瑰是九龙大刀的妹妹 九龙小大刀 是的 九龙大刀还是九龙小大刀 好像是小大刀 小大刀还是小大刀 小大刀 接着就 弱弱的 对 他是那些叫做体操技 体操格斗 因为他没有变身 但是有经我一会也会说的 他除了有女性角色之外 他也有其他女性角色 这一幕记得了 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男企那里 其实他画女企那里画得漂亮的 但是他画男的扮女人 又不同的女企那里 也有那些扮的味道 对 这里其实是有几个的 其中一个 也是另一个男主角 应该是中间那个 扮护士那个 其实他应该是响梁牙 响梁牙在漫画里面 因为其实这一部是格斗漫画 其实他们有很多打架 其实少年漫画不打架 要热月的嘛 没错 所以其实打架是好看的 响梁牙和联马是极敌人极有的关系 所以他经常找他去挑战 就是找他去挑战的 就是他们下完战输之后就约了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约完之后 响梁牙问联马为什么不出现 联马就说 其实我在那里等了你三天三夜 为什么你还没有出现 他问的问题就是 那个决斗的地方只是来你家 一条直路去的 为什么你都可以 都是去不了的呢 没错 响梁牙是一个叫做路痴 超级大路痴 没错 这个也是有很多迷路的东西 例如走到学校那里 然后说去东京 但是他去了乡下 去了北海 就是超级超级的路痴 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刚才我们说 里面主角五个会变身的 其实第五个是哪个呢 第五个就是 其实是P仔 其实有很多大量的 是P仔 P仔有超多产品 正常的特别 响梁牙没有产品 P仔有多产品 他要变身就有 对了 他要变身就有了 还有 P仔是因为 他不想让女主角小西知道 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宠物 经常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所以他经常想着走的时候 最后就回来了 看不到这句 什么像熊猫 看不到 没有这种事 而在乱马二分一 除了人和动物 动物和动物 动物变性之外 其实他 我形容就是性别 其实性别很经常都错摸性别 是的 其中以下来说一些 我觉得反过来 就是男女的关系 有时候也很胡闹 以下这个角色的设定 是右经 刚才有人问过 应该刚才牧师喜欢是山坡 不是喜欢右经 右经的人物设定是他来自大阪 他是大阪康的 虽然我们漫画看不到 是没有分别的 也是中文 所以他说他很喜欢大阪烧饼 而且他很喜欢赚钱 而他的故事 其实经常穿男性 他说他以前很男性打扮 右下角那个 其实像男性打扮 右经 他初时 其实是有个人很喜欢他的 有个学生妹很喜欢他的 但其实右经是女孩 右经是女孩 但有个学生妹很喜欢他 然后那个学生妹就说 右经是女孩一早就知道 一早就知道 对了 然后说我要跟你决斗 我们决斗什么呢 我们决斗卖烧饼 对了 然后他们在那里卖烧饼 重点就是右经 右经跟乱马的关系是什么呢 他以前也是仪式换伴 然后他父亲 跟右经的父亲曾经说过 就是说 跟右经有婚约 对了 因为我想跟你有婚约 但我就快死了 不如你帮我照顾一下小时候的右经 小时候 袁玛就说好了 但其实他又要走路 那怎么办呢 然后右经回来尋仇 他回来说这个故事就是 袁玛就说 问袁玛小时候 两岁的时候 你喜欢烧饼就是右经 然后他回答烧饼 你问他两岁的时候 他问他要烧饼 当然要烧饼 然后他就偷了一辆车 所以右经就这么恨他 那时候就说要尋仇 但是后来右经是喜欢乱马 对了 他那种喜欢 某程度上跟三婆也是一样的 中意也会冲起来 睡不顾身的那种 是的 睡不顾身的 但是最后 其实有个人喜欢他 然后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然后后来发现 那个我是男孩 其实他里面 我的形容 如果现在的语言来说 这些叫drag queen 不是drag queen 又未到drag queen 艺娘 艺娘 这些是艺娘 但是呢 其实乱马 整个人 他真的很喜欢女装 他超级喜欢女装 没错 有机会赢就是女装 是的 虽然说他很正义 但是有时候为了赢 善用女性的身份 他扮演套女装 他扮演套女装 在那里卖 所以呢 所以呢 我用现在 可能有新的朋友 进来的 身体的漫画的朋友 他就说这一套 是偽良漫画 全部都是性别换转 是的 没错 我会形容乱马 其实是一套 黄道的漫画 黄道的漫画 是那三个元素 格斗 勝利 努力 是不是呢 我忘记了 格斗 勝利努力 总之都是一些努力 匆匆匆 无限变强 是的 没错 不过 他们永远都会 看这些 刚才有漂亮的男角 有漂亮的女装角 永远都会有这个 大家很喜欢这个角色 是的 这个有些人知道 格斗而血勝利 努力 努力勝利 我忘记了 突然有人认识的 告诉我 陈志韵 其实他是百宝齋 我想说百宝齋 小时候 在格斗就觉得他超不好看 但为了做我再看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百宝齋 他很有趣 超搞笑 他最喜欢 永远都会有一个人 色色白虎 还有奇怪的地方 就会看到他出现 没错 还有偷底褲 奇怪的地方 就会出现 什么奇怪的地方 会出现呢 例如他会假扮P仔 哈哈哈 要洗澡要睡觉 跟小西一起洗澡睡觉 而永远就是打到一拳 一拳上去太空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百宝齋 其实是元马的师傅 即是他的师傅 他很厉害的 打架 其实他最能用的 百宝大话论 刚刚也有讨论 有人说百宝大话论 确实是有人记得的 百宝大话论 就这样扔过去 扔过去的时候 其实是一些烟花 但是他中间也会有说 你想撇我 百宝大话论 然后他们也是走的 然后走之后 其实很惨 百宝齋立刻停了手 其实他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不理我 就会很寂寞 是Hashun Shikin的一角八百 没错 只不过是一个偷人底裤的奇怪老头 这里跳一跳出来 为什么突然说这么多人物的设定 就是因为他本身的人物设定好玩 他的东西好玩 令到剧情有很多事情可以发生得到 而他们刚才说过的格斗 我觉得格斗我不出来了 因为整本会飞出来 有很多要说 是的 但是他很喜欢格斗很古怪的 有时候格斗开始打架 但是打架的时候 他有几招 第一个就是出学生东西 学生东西 刚才你们说的猛虎高飞炮 就是那些学生东西 大家回了名字很厉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格斗的形式很古怪 例如前子杖有底蛋线 iled蛋线 中间有一个是法国大餐格斗 是同一个法国大餐的中间 然后是尔干招数 是什么呢 还是一个人 然 vole 是什么人 长 키山婆过外婆 哦 是细条件的 对吧 它应该没有条件 它到最后没有条件 然后就 整天盯着不能够 那个也是这样的 然后就 我想讲什么呢 我忘记了 刚才有很多不同的格斗 比如中间 当然它是 有时桥段当然讲不到出生角色 一些话也讲不到 但有时候他会回回头 我想说刚才的角色叫做一个雪人茄书 我拿着鸳鱼和鸳鱼 忘记做什么 其实他的名字叫麦库太郎 故事是麦库太郎 麦库太郎这个名字是因为伯寺帮他改了 他很恨伯寺帮他 所以他回来就不仇意改名 而这套东西因为横跨了很久 其实横跨了十年 中间有很多推出过一些东西 其实在网上找的反而有趣 他其实多卡通片那边 如果大家刚刚一开始进来看的时候 听到主题曲就是卡通片的主题曲 有广东话版 有广东话版 甚至他会推出很多我们以前叫OVA OVA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法国大餐隔斗有人记得吃斗筷 对啊 吃斗筷那个 然后就塗一些东西 塗到对方的口罩 OVA就是以前买录影带的卡通片 不会到电视台播放 你买饼录影带的特别版 另外就会有一些广播剧的 我可以说 这些这么多东西 怎么可能呢 所以去逗逗 我能吃变一样 可以介绍你 什么孔方法 不occ限带的 简单 就행 我员